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蘇瑪 前陣子我從樹上掉下來 然後沿越骨折 牙齒樁斷三根 我在醫院住了十天左右的時間 我從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學習到什麼嗎 會這樣說是因為 我從摔下來的那一刻 因為我之前有一直學習理性方面的概念嘛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 我又很清楚的知道 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靈魂鋪陳 我自己想要來透過這樣子的選擇 來學習到一些什麼東西 到現在我也是都會常常問自己 我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想要學習的功課我學到了嗎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還蠻明顯就是在摔下來的那一刻 你就可以感受到牙齒中斷了 因為馬上就把牙齒吐出來了 然後其實那時候還蠻崩潰 那時候第一個想法就是 喔我毀容了 我已經不是原本的我了 我想要用缺陷欸 就殘缺嗎 或者是不完整的 就是原本的我是一個牙齒都很正氣啊 然後沒有缺牙的人 但現在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很難接受 但是我就是從我摔下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我的愛跟關係是沒有小的 包含我後來朋友凱弱 那隔一天我還在急診的時候 馬上就衝過來看我 就是 就是那時候因為顏面骨折 所以整個臉都是腫起來的 然後嘴巴也腫起來那時候 好像嘴巴才剛瘋起來 所以嘴巴也是腫起來的 可是凱弱還是 就是 還是會說 喔 Suma你完全沒有別的 你還是很可愛啊 然後你他也會 就說 喔你腫起來很像那個Pico這樣 就是博爾家裡面包裝那個小女生 他覺得我很可愛這樣 然後 後來朋友啊 大家都會說 喔我還是很 還是很可愛 還是很值得被愛的時候 我就是 嗯 還蠻感動的 就原來我的 原來我可以接受的愛 或者是我 被愛其實是 不會受到我的外表影響 大家並不會因為這樣就不愛我 呃 這是 我才意識到說 喔我以前 會覺得大家喜歡我 可能是因為 我的外表這樣還可以啊 很可愛 可能只是我的外表很可愛 不是真心相信我自己是 是值得被愛的 可是透過這個 還蠻極端的經驗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大家是最心喜歡我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堂 我學習到的 然後現在也正在學習的是 不管我是外表如何 怎麼樣 我都是值得被愛的 我都是 仍然是會被全世界愛著的 我仍然是完美的 而且我相信 牙齒只是暫時的離開了我 他還是會回來的 那 在這個暫時的過程裡面 我可不可以相信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仍然是很美好的 我仍然是完美的 我仍然是一個 完整的一個 一個人 然後謝謝 在我的 呃 在我 住院期間 仍然 對我 給出我無限的愛 跟祝福的大家 就是 很 謝謝你們 願意在那個時候 呃 給我一個祝福 或者是到醫院來看 我 我真的很感激 給我了 給我很大的力量 讓我相信自己 沒有那麼的 悲傷 痛苦 甚至是在我那麼痛苦的時候 其實給我的 每一個安慰 或者是祝福 或者是 給我的愛 真的 真的是 給了我很多的 呃 向前進的 動力嗎 跟我真的感受到你們給我的愛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